那今天录这个穿裙子的熊给大家录一下重点部位 男熊呢是这样 男熊 是这样 换珠子呢就是在这的时候你看啊 在身体这块 第一开始起的这个六五五 两个五是用纯白色 然后六的时候是隔一跳一用的两个红 对称的这边也是 然后下一圈六六六五这样六六五这一圈 还有下一圈的六六六 女熊的话就换到这 然后就换白色 男熊的话呢就一直换到 这个脚两圈四以后就换白色 尾巴都是用白的 那这是女熊穿到这以后咱们还差什么 差一个裙子手还有耳朵 最后还有这个花 那咱们现在先做裙子 裙子其实很不好做 因为它比较厚的 就是你可能做腿的时候 有的已经过不了洞 已经掏了 做裙子更得掏 掏呢而且还很不好掏 那我现在准备了一个经常用的勾针 都让我用到掉色了 嗯 余线 七号余线 这个 就是这个实力的 我用的七号的倒是能过去 但这好像不是我常用的那个 这次倒的七号有点细 比以前的 比六号的粗一点 比以前七号的可能稍微细一些 所以我用这个就可以 但是有的个别珠子动小的 你用七号可能就不好过 过两次一半都没问题 一共四十八个珠子 裙子 都是五 然后取一件长度 自己看着来 两米 两米以内肯定是够的 要是十里的珠子的话 这个斜口的点子就方便 过不了洞的时候 方便往外拉 今天我是故意 是把镜头放进了 试试能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起的时候 我喜欢从这起 这起 要是能过的话就过 过不了的话 你就从这个孔 掏到这个孔 这样前后 对吧 从这个珠子 你要过洞的这个珠子 前头后头 这个大孔里一掏 一拉紧 它也相当于过洞一样 而且是更紧 更结实 拉起以后 第一个呢 就是穿四颗 以后就是过一 穿三了 那如果说是 你看像穿裙子 如果红色的 有洞特别小的 你挑出来 可以单独用作 穿裙子用 裙子这块有三颗 有两颗是那个 过单线的 这个呢 如果能过洞 就穿 过不了洞 就直接从这掏进去 然后从尾巴这里面 把那个线抠出来 就是不方便 就是不方便就不方便在这 你得来回来 从腿 还有尾巴里面 把这个线来回来 往外掏 它就是不方便在这了 然后去找纸套 这个是给姐妹们的赠品 每人赠这么三个 一般呢 要是你手法正确的话 一般累一到两个手指 最多的累三个手指 如果说你几个手指 你都累 那证明你的手法 还是有点问题 大家可以调整一下 像我呢 一般就是用这两个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如果再累的话 可能也就是这个手指 比较用力 但是这个我不习惯用 每个人不一样 不用非得跟我用一个手指 这个就是穿三个 然后 就穿 到这儿以后呢 那这个洞肯定就是尾巴上这个 上尾巴的这个 咱们就不过 直接掏 从这儿过去 然后从尾巴尖上边这儿 看到吗 从这儿 掏进去 然后隔着一个洞 隔着一个珠子 从这边掏出来 这儿进去 这儿出来 对吧 来 这儿进去 对面出来 其实就跟过洞一个效果 只不过比过洞更省事 你掏的时候 你因为你已经过不去线了 肯定就已经更结实了 对吧 你要是能过去线呢 那证明你那线用的太细了 到时候肯定容易 把线磨断了呀 或者是你穿出来东西也不结实 也不可能结实 然后这儿也是 一样 其实你都不用去想着过 你就直接的掏就行了 你看隔着这颗珠子 咱们要过肯定正常过这颗 是吧 隔着这颗珠子 从它后边这儿进来 从前面这儿出来 就直接这样掏就行了 比什么都省事 而且还更憋实 然后上面这儿 三三颗 这两对熊呢 是我一个订单 做出来以后 我想了大家这个胳膊呀 还有裙子 男女熊分的肯定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就这样给大家讲解一下 那这回呢 咱们就把这个线呢 从这儿冲着尾巴里 插进去 然后正常应该如果出来的话 就隔着这颗珠嘛 是吧 隔着这颗珠的话 从这儿掏进去 把线拉出来 有可能你一次成功不了 你得多掏几次 但是你看着我这方法就行了 到这儿你可以暂停 一步一暂停啊 没事的 或者你都看完了 你自己 自己的 做 这样都是穿三 过一穿三 然后这个就可以正常过了 是吧 像七号线这个能过三次 动就不小 那有的时候呢 你要说过这个三次能过的话 你就用这个这个线 就正合适 两到三次 更结实 中间的地方还比较有两颗珠能穿 再往前后呢 就不能穿了 我把这个先放下呗 这两只男两只女 现在那都是放下的 能过就过 过不了 就直接逃 不考虑 不费时间 到这儿又不好过了 是吧 到这儿就是往腿里插吧 从这儿本来应该是隔着这颗珠 是吧 应该是过这颗洞 过这个洞 咱们过不去的话 咱们就从这儿 你愿意过 可以 你过一下试试 能过去 你就过去 过不去的话 你就直接逃 从这儿 逃到腿里面 然后从腿里面 从腿里面 从这儿 进去 给它掏出来 给这些线 掏出来 做裙子肯定是费事 有那些个不太明显的残次的话 你可以用在对穿的那颗上 就不太明显 放在里面 基本上都不怎么看得到 这给我一穿三 我就不用再重复了吧 搭制方法 大家也都掌握了 那我就快点穿了 到这儿以后也是 该过哪个洞 咱们就不过洞 从前后 这孔里面一插 掏过来 就行了 最快最结实的方法 我加快速度 因为我还要讲手 是吧 结尾的地方 我还要说一下 这个裙子结尾的地方 说一下以后 直接再讲手 就这样 从腿里面插进去 腿里面插进去以后 从身体里面 应该过哪个 应该过这个 就这个的话 那咱们从这里面掏 把它给掏出来 就应该过的这颗珠子 咱们跨着它 从下边跨越它 掏出来就行了 如果残比较大 你可以扔一边 如果残小 不是太明显 你可以放在中 放在这个 下面对穿的这个 那盖过 先把盖过这个洞 也是从这 从它前面 这个大洞里面 把这个线插到腿里面 对吧 插到腿里面以后 你就用勾针 从这里面 给它掏出来 我是熟悉了啊 如果你不方便掏的话 你可以暂停了 等着 掏完了 你再做 看完前几步的 这几步应该不用再看了 就能做得出来 都是掏 都是过一穿二 你就想办法 把这线掏出来 正常能走就行了 从它该过中的 那个珠子里面 给它跨越着它 掏一下就行了 从它前面 后面一掏 这就直接的 不用掏了 直接穿过去就行了 老雕啊今天 珠子太大了 拿着不得劲 我这该接上头了 没接上头的 大家自己先穿着 然后最后 暂停了先啊 先等着到这接头这的时候 告诉大家怎么去穿 最后上一组封口 我剩两组呢还 把这个放 腿里面插进去 然后从身体里面掏出来 看好身体里面 现在哪个位置 直接一掏就行了 但是这个都要经验 但是这个都要经验 你慢慢掏 掏到这我等着你 你暂停就行了 然后最后呢 这个 最后了吧 过一个洞穿 应该穿三颗吧 但是这个因为结尾了 少穿一个 穿两颗 先过了这个洞再说 这洞不用过 直接掏 还是 掏出来 掏出来不要急 你就过一个洞 不用过第二个 因为咱们接头要接在下边 方便藏线 那正常应该是穿三颗 咱们穿两颗 然后把这个起头的这块 这颗 再给它 再给它穿上 过洞吧 算是 就是用左线穿完珠子 再过洞 右线在那等着 反正是不得劲啊 慢慢抠吧 想做出漂亮东西来 你就得下点功夫啊 对吧 然后还是我的老办法 就是第三个扣 就结实点 不要使劲太使劲啊 你要是线细的话 猪小的话 你太用力了 可能就断了 白穿了 还得从头开始 力道恰当就行了 就把这线往里面藏 这个藏太近了 应该去对面 它就拉不过去 那个劲儿 它斜着拉拉不过去 向对面走 向对面走的话 就能把这个 这个接头 拉到里面去 向它的对面 哎 接头拉到里面去 这就不明显了 然后把这两个线头剪掉 看 这裙子就做完了 整整鞋 基本上也都这样了 对 这意思吧 是吧 然后胳膊 胳膊呢 一共是 用不了多少个猪 但是比较费事 就是这块 我 我 就是 其实就是这块 我 这块 我从底下这 也是相当于 过这个洞 我就从里面掏了一下 这样更结实 它这个胳膊 不容易翘起来 以前做的胳膊呀 我跟他们学的 都容易翘起来 后来就 慢慢的想办法 也是从 另一个朋友那 就看他 给我做熊 这么做 反正就穿十几个猪 你看着线吧 线不用太长 再也要留出来头 到最后寄扣了 方便 就是这 我是习惯从这个猪起 然后一个绿 是吧 都是红 然后白 白 左线两个白 右线一个绿 然后对穿 到这 然后一个绿 然后过这个洞 这个白对穿 然后这个是 一二三 到这对穿 然后过这个洞 一二 到这对穿 然后到这的时候 是从下面掏过去 掏过去以后 把这个洞再过来 然后加上 这颗猪 加上这颗猪 然后这个 就是平的了 对穿完以后 然后再走一个 三个四 然后最后把这个 带走一个四来 做这一个四 然后这一个四 这三颗 加上这两颗 一圈 就是个五 就这个意思 来 开始 我只做一遍 我只做一个胳膊 剩下的我就不录了 耳朵那个 我估计你们按的那个黄 都能做得出来 只有胳膊 不知道还有比较卡的 还有男女熊 不知道怎么做 上一个 一个红 两个白 把白的上对穿 对吧 然后右线再一个红 然后过这个洞 就是从红的上起 然后再等红的上接 对吧 你要是男女熊 你就分出来颜色了 你如果这是 现在像我这样 不容易过 那就不过了 直接从白的里面进去 从红的里面出来 白的上面这个五 下面这个五 是吧 一进一出 就也相当于过洞 就掏着这颗猪 就过来了 是吧 拉紧一些 拉到缝里面来就行了 然后来一颗白猪 对穿 对吧 这样就跟身体接上了 对不对 这样就跟身体接上了 然后咱们就相当于一个白两个白加上身体里面那个白 这绕着这三颗猪穿三个四 叠那个白的时候就直接掏就行了 一二三颗 左线 我不说话的时候 穿珠的都是左手 过动的都是右手 因为就是 我感觉这样的话 左手干的多 右手干的少 因为我穿珠 我这是反手了 反过来了 行 反过来也一样 那就从这里面掏 现在就掏 跟我刚才说 绿熊的顺序不一样 绿熊我是来回走的 怎么样 反正你就知道步骤 怎么样能给它做出来就行了 不用按部就班 要有创新 然后左线 穿两个 刚才不就相当于过了个洞吗 是吧 你两个手是对称的 到时候你知道第二个手怎么做就行了 然后过一个过两个洞 这一圈 一共三个四 是吧 跟空心一样 一共三个四嘛 那就好做了 这回 就把它给 对穿一颗 这就平了 然后再穿一圈三个四 这胳膊就 最后 有的人到这就结束了 因为他不会穿那个五 怎么形成五啊 就是你再出来一个四 用上面那三颗 跟你 跟你上一圈的两颗 就形成一个五了 就这样 起三个 对穿 不破洞这个 然后过一穿二 过一穿二 完了 这是锅二穿一 这是第三个四了 这珠子是大 是怎么着 今天老拿着掉 然后你知道是在哪颗上吗 就在这个后边 后背上这一 这一个 这一颗 不是前面这两颗 是后背上这一颗上加一个四 那么我们怎么加呢 用往后走的这个线 我就方便的话 我就穿三颗 先穿上三颗 然后本来应该正常是往右边 往前过洞吧 咱们往回走 往回走 别着急啊 一会就像了 往回走完以后 你这不是 其实形状已经出来了 是吧 但是你线还得绕完 线绕的 它才结实啊 把这个三个 再这个三个珠 再重新过一遍 这就走双线了 就结实了 然后 这呢 你别像我走这么快 你肯定拉线拉不起 你把线拉齐了 拉紧了 你再接着往下走啊 不要跟我追这个速度 我是为了这个视频的时间 这回就积三个扣 把线一藏 这手就完成了呗 每次做 你可以发现 比我更巧妙的方法 对不对 每次做 都可以发现新的方法 那说明你有进步 这个胳膊 不管你从哪颗珠奇 你都能给它做出来 或者是你这个腿 不管从哪颗珠奇 你都能给它做出来 那就行了 对吧 这胳膊就是这样的 它这个是 这个最后这个四夹在 后背上这一颗啊 那我 你看一下 这是一对 现在是做了两对 上面小花没说 把上面小花说一下 一共是六颗珠子 就往上一绑的 那个七颗珠子 就像那个 三花戒指 差不多 三花手链 就那一个花戒指 很简单 七颗珠 耳朵我就先不上了啊 我就先告诉你 耳朵上这 然后咱们从这 这颗 上 看什么 耳朵的话 你上这 耳朵是那七圈五 上这两颗 然后这颗不动 从这颗到这颗 这是上那个花 但是你也可以从别的 反正就是这个六上 这是耳朵 这是上耳朵那两个 然后这儿 从这个六上做 你习惯从哪颗上都行 我就先从这颗起了啊 你愿意 你愿意线不太明显的话 你从哪颗都行 我就从这儿起了 然后 一颗对穿 这是就是把这个花的位置固定一下 在这 然后左三右二 在第三方上对穿 就做那个 就还是咱们做那个三花手链那样去做 我再拿一口 有九个大有个小 挑着点 国产珠子 没办法 能挑着点 尽量挑着点 有残的 有大小的 个的 是吧 大小个 那小的 你可以用在中间那颗 来一颗 还是那个抖八字方式 那我再右先吧 然后我捏着一点 从下边这个根上这个 左边往右边走 然后 回去 回去以后 再从这个线这 再过去 这就做完了 然后这不是一边连上了吗 第二边就跟它 相对应的六颗珠子 它对面这个过来 然后把它积上就行了呗 积上 积的时候 让它这个扣接近这个根部这块 你藏线到时候你好藏 是吧 还是找中间这个缝 把线藏一下 先把线 拉一下 藏的时候可能会好藏一点 拉起 给这个扣拉长了 能都过去最好 实在都过不去 就不太明显了也行 这花也做完了 那我就差一个胳膊 还有两个手 两个耳朵 就做成这样了 那大家看看能不能按照这个视频能做出来吧 男熊 女熊 女熊 我是详细说了 男熊很简单 也不用单独的裙子 是吧 就是换颜色 从绿的一直换到腿这个两个四做完 尾巴都是白色 男熊 男熊 女熊 尾巴都是白色 看两个熊 两个背靠背 这样手拉手 挺好 这两对熊 明天就要递手去了